企图有佛后阿弥陀 是讲正宝庄严 什么叫正宝 就是一切众生往生到西方极致世界 他的心那个心都是清净的 所以念佛最主要教你什么 教你要修清净心 你心清净了 你的身体才能健康 你的心清净你才能够长寿 你心清净你才能够得生净土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得生净土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快乐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健康 你心不清净你怎么能够长寿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切万物 你要得到幸福美满的快乐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的内心的清净 不是外面的这些的万物 物质 这个物质没办法帮助一个人快乐的 因为这个欲望从来没有止尽的 只有心清净才能够真正的幸福 那你心怎么样清净 放下呀 放下是什么 用这些阿弥陀佛 所以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 常常为我们做什么启示 教我们告诉我们 你这一天一天 把这个死字 生死的死 常常提醒自己 我的说明只有剩下一天 你说明还有一天 你怎么能够放不下呢 你会用功认真老实念佛 所以印光大师这种的方法非常的密 非常的正确 告诉你 你用这个生死的死 常常提醒自己 你的说明只有一天 你这一天里面你要做什么 我要老实念佛 不管你在哪里 你在工作 你在做什么事情 行住作物 只要你能够将去 只要你能够提取这句阿弥陀佛名后 你就能够成就了 所以这一段经文 佛为我们讲什么呢 两个有之让我们更加肯定 所以第三个佛又为我们讲什么呢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的世界 在做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那阿弥陀佛现在在西方极的世界做什么呢 今现在说法 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 事业庄园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事业庄园 所以 现在 现在阿弥陀佛在做什么 在讲经说法 你有没有感触到 没有 因为你心不清静 如果你心清静 你就会感触到 阿弥陀佛在跟你说法 你的六根接触六成 你看到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你说法 你看到花 花都在跟你说法 你看到一个人 在路上走路 这个人也是为你在说法 你看到一个人在唱歌 一个人 比方说我们的威农 为我们 领众念佛 他也是为你说法 但是你为什么感触不到 因为你的心还没清静 你的心非常的污染 没办法 感触到阿弥陀佛 其实到现在 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为我们受法 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你们感触不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 是变造一切法界的 阿弥陀佛的光明 都是变造我们的 所以你念佛的时候 就等于什么 等于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等于跟死方一切诸佛在一起的 所谓净土法门 就是和佛菩萨在一起的法门 所以你念佛 不是一个人